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威尼斯海滩 也是一个洛杉矶著名的篮球的景点 那边是这个VBL的那个主场 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课 我们先讲一个抛头 因为现在抛头在这个比赛里运用的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对于后卫来说 因为后卫杀进去 尤其是在一些高水分比赛里面 进去有很多非常非常高的人内线 所以呢你不能他们隔着他们上篮 你也不一定有隔着他们扣篮的能力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抛头 那么抛头呢是什么样的 抛头抛头是这样的 抛头是基本上就是概念上是往上low 往上直接往上这么low 往上推 你可以使用一点点手腕的力量 甚至不使用手腕的力量 你看到我是几乎没有用手腕的力量 基本上就是往上low 抛头有两种 一种是带手腕一种是不带手腕 带手腕的话呢就是要稍微掌握一下力度 因为有时候距离比较远 你需要我们的手腕来掌握一下 但是总体讲抛头是不带手腕的 直接就是整个你借着你全身力量 把手往上low往上推 往上推 往上推 然后在你训练抛头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弧度 弧度要高 因为一般情况下你做这个抛头 你作为一个后卫 你杀进这个内线 然后面对一个很高的防守者 所以这个时候你做抛头是要求你抛的很高 这样呢防守者就冒不到你 那抛头呢你可以这个 单脚坐 你也可以选择 双脚抛头 在你练习的抛头的时候 还是一样的 弧度你要尽量去夸张它的弧度 因为有些现在你懂得越来越多的这个 打篮球的人 这身高啊 臂展弹跳都非常恐怖 所以说呢你要抛的高 像这样抛头这样的高度 这个大个就是不可能去冒到你 再来一个 对啊 为什么说库里 他这个弹跳在NBA里面也并不是非常出色 但是他就是能 再进去就算多分 因为他这个抛头厉害啊 抛头高 这种抛这么高 这个内线的人 他这个也没法冒 冒的话就是干扰球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讲的这个抛头 然后呢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